我們回到關於血型的遺傳圖 關於血型的遺傳圖 關於血型的遺傳圖 我們有六個可能的GENOTYPE 即是基因型 一二三四五六 關於血型的遺傳圖 由於每邊有六個可能性 而父母雙方加起來 總共有六加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 總共二十一款遺傳圖 數量比較多 不打算每一張都解釋 首先我先選一些最簡單的例子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E3格加E2格加E1格 就是E2邊E1格 E6格是沒有任何B型等位基因 所以只有A型等位基因 以及隱性的O型 A型就是隱性 同樣是6格 如果我們剔除了A型等位基因 只剩下B型就是 1,2,3,4,5,6,6,6格 再組成這個圖 這個圖的遺傳模式 因為只有2個隱性和1個隱性等位基因 所以出來的模式都會跟之前一樣 如果大家之前那些 關於捲不捲到你 那種情況是很了解的話 那這裡一定沒什麼問題 然後下一個 我打算拿出來講的 一些關於A型血和B型血之間的加倍 那就相當於E4格 E4格就有幾個可能性 如果兩個A型血和B型血 它各自都是一個純合子的話 那就是E1格 而兩個都是雜合子 那就是E1格 如果一個純合子和一個雜合子 那就分別在這兩格 我們留意到 如果純粹考慮它的表面型 我們不知道基因型是什麼 其實如果父母雙方 一個是A型血 一個是B型血 它是有機會產生到任何血型 我們可以看這格 第一個 這個是AB型血 這個是A型 這個是B型 這個是O型 所以父母雙方 這個B 理論上是任何血型 都可以產生出來的 然後我們就看一看 關於AB型血和O型血的情況 如果是AB型血和O型血 其實它的變化是比較少的 因為 這邊 AB型血 所以 這個Phenotype表現形 就只對應一個GN型 一個Phenotype 而O型血都一樣 O型血就是只有一個GN型 所以相對變化比較少 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父母雙方其中一個是AB型血 他的子女一定不會有O型血 推論過程 大家可以想一想 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而另一個情況 如果父母雙方其中一個是O型血 他們不會有AB型血的後代 大家可以想一想為什麼 所以就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情況 像這一格 如果父母雙方一個是AB型血 一個是O型血的話 他們的子女 表現形是不會跟父母一樣的 一是有A型血 一是有B型血 是不會有AB型血或者O型血的 這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然後我們可以 再利用一下GENETICS這套牌 可以組一組一些 隨便找同血型相關的 隨便抽兩張出來 你可以看看他們這樣放 究竟有沒有可能 我們下一條影片就開估了 要支撐回來 不如是 收交也 就再調節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